将船在金陵城的北江边 有一座香火鼎盛的观音寺 供奉着一村全身镀金的观音菩萨像 一天一伙盗贼 趁天黑偷走了宝箱 不料偷运宝箱的牧船 停射到将心时 突然被大浪掀翻 盗贼纷纷落水而往 宝箱也一同坐入江中 宝箱被盗买是大事 当地官府与信众门一连打捞数日 毫无踪迭 找不到宝箱 这可如何是好啊 是啊怎么办啊 在众多信徒中 有个叫攀河的杂货铺老板 最为焦虑 那攀河以前总患有怪病 每日无法入睡 最后奄奄一息 到处求医也无济于事 后来 他虔诚地拜了几次菩萨之后 好了许多 可以正常睡眠了 不料 菩萨宝箱却突然被盗 潘河感恩观音菩萨制定救命的安德 便放下声音 日日故人在江边打捞菩萨宝像 哎 菩萨宝像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天 潘河划船在江上巡视时 呼觉腰松腿痛非常困乏 不知不觉就靠在船上睡着了 恍惚中 潘河见到观世音菩萨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潘河 你不分昼夜 在此打捞宝像 我很欣慰 此乃千年谈相佛珠 念在你一心向佛 将这佛珠送于你 可助你消灾解难 希望你以后 护持佛法 利益众生 观音说吧 便疼云而去 潘河随即跪拜谢恩 多谢观世音菩萨 不知过了多久 潘河醒来 却发现自己飘到了一处浅滩上 咦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是菩萨在梦中点化我吗 啊 我知道了 菩萨一定在这里 潘河连忙叫人来此处打捞 快过来 在这里 果然 不一会儿 他们便在不远处的深潭中 找到了菩萨宝像 找到了 菩萨像找到了 只是宝像已严重收损 潘河恭敬地将宝像运回观音寺 并请来塑向高手修补 就这样 过了好几个月 宝像终于修补完成 宝像修好 重新供奉的那日 许多信中 闻讯赶来礼拜菩萨 就在大家跪拜之时 殿内金光一片 观音菩萨在众者面前 现了法相 潘河 以一心向善 互持宝像 日后 定会有好报 希望 而等众人 都能懂得 行善积德 成心拜佛 且不可偷盗三宝之物 造下堕地狱的果报 潘河发现手中 竟获得梦珠那串佛珠 自此 他将佛珠 日日陪谈 从那以后 杂货铺生意日夜红火 而潘河 此前的头痛失眠症 也完全消失 他每日睡觉 仿佛感觉自己 睡在观音菩萨的 连夜上一般 舒适安宁 众人 把潘河护持观音宝像的事迹 纷纷流传 当地不再有人敢偷盗强劫 人们纷纷行善积德 虔诚拜佛 观音寺 每天人头寂寂 香火不断 观音菩萨有求必应 灵验无比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连卧观音